高宏安的人生啊 栽在兩位李先生手上 一位是李中庭 回建築的成租人 另外一個就是李正浩李先生 浩爆料公文 源自府內偷渡 竹市府證實 對我們已交正風調查 屬實也可能有刑事責任 李正浩好可怕喔 你急槍就要被抓去關了 上網Google 直接先找到新竹市政府 都市發展處 按此下告 新竹市政府官方網站 你新竹市政府上上下下 對於內規 對於這個規定 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你有沒有去看一下 新竹市政府公告 它上面有密字嗎 沒有啊 你既然要公告 那你就必須上網公告啊 覺得這件事情 應該要把它抓出來 以遏止 遏止李正浩這種 這種不孝人 如果你就立刻大翻車 發現說原來上網Google就有 高宏安的人生 塞在性理 理性人士的手上 因為要抓內鬼的這件事情 然後講到抓內鬼呢 我們看 李正浩 他其實是發動者 沒有說現在呢 吳征接放了 李正浩現在要把責任推給吳征 因為李正浩怕死 吳征要接放了 那但是呢 這邊的新聞我們來看 二十一號傳出 新竹市政府已經揪出 洩漏公文的內鬼 而且還送正風調查 沒想到呢 李正浩就打臉了 一點五小時之後 說這不就是公開資訊嗎 這有沒有很難查 等一下實習可以幫我按圖鎖記 然後呢 這邊有講到一個部分 是說可能是誰給他的靈感 因為我們剛剛陳建民議員在這邊 他說他跟他講說 黨團記者會出示水源的 這個重劃的公文呢 那高鴻安啊 他就震怒 下令說要徹查是誰 外洩公文 那據說呢 是高鴻安身邊的這個幕僚 靈感說好啊好啊 那不然我們也來抓內鬼好了 那那個報導很有意思的是 本來呢 一開始 風傳媒有一個報導 他的標題是什麼 他說李正浩 可能哀告等等的 不然李正浩馬上丟出來說 這個查太容易了 太easy了 每一個人在家都可以查 而且聽說呢 那個PDF檔 本來是300多人查詢 現在的破萬 大家都想看一下 那我也來查查看吧 暗圖所記是很簡單的 那他這邊講到一段 叫做值得一提的是 新竹市政府仍然試圖 將這輛翻到 馬里亞納海溝的車就回來 然後呢 後面又講一段 然後說什麼 有當事人已經承認了 我們真的送正風調查了 要再演這一齣 好演得很瞎 來 詩琦 李先生登場了 李正浩登場了 這什麼 開著挖土機的李先生 李正浩完全無違和 隨便挖隨便有 好 高宏安的人生 栽在兩位李先生手上 一位是李中庭 回建築的成竹人 另外一個就是李正浩 李先生 好 為什麼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 這是昨天 哇 我們看到新聞推播 哎呦 李正浩你死了你 你要被抓去關了喔 怎麼講 李正浩爆料公文 源自府內偷渡 竹市府證實 對 我們已交正風調查了 好啦 那結果在那個新聞的內文當中 是怎麼講這件事情呢 新聞的內文是說 卻由此事 交正風調查 如屬實 也可能有刑事責任 李正浩好可怕喔 你即將就要被抓去關了 後來結果呢 哎呦 李正浩知道消息了對不對 然後呢 李正浩就 好 五點鐘 五點鐘 我給你一個大場面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看這個新聞喔 同一家媒體 改標了欸 嗯 改標題了 李正浩不見了 好 給綠 什麼什麼綠營人士之類的 對 他一共改三次標 好啦 那李正浩 李先生他的 這個大場面 來 上網Google 直接先找到新竹市政府 都市發展處 而且李正浩這位李先生 我真的很討厭 按齒下載 我告訴你 步驟一 先Google找到這個東西 步驟二 按齒下載一個箭頭 還有沒有步驟三 步驟三 就跑出這一頁 就跑出了這一頁 市長高鴻安 然後呢 告訴你 這是新竹市政府官方網站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清清楚楚 告訴你大場面來了 好啦 那這件事情看起來就是說 我覺得李正浩其實插出來一個很重要的線頭 叫做 你新竹市政府上上下下 對於內規 對於這個規定 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你跑去放消息說 我跟你講我要查內規 李正浩你死了 然後有刑事責任 正風已經證實了等等 你有沒有去看一下 新竹市政府公告 它上面有密字嗎 沒有啊 你既然要公告 那你就必須上網公告啊 那你新竹市政府上上下下 沒有一個官員發現這件事情嗎 你們還覺得 這件事情應該要把它抓出來 以遏止 遏止李正浩這種不肖人士在那邊 給我在外面亂放話嗎 你看看喔 後來結果 這個報導是怎麼講的 這報導說 抓內鬼 這個原自這個 爆料公文 原自府內偷渡 主事府認識等等等等 然後呢 這一段話 被證實說 對 希望能夠藉此來嚇阻相關人事爆料 結果你就立刻大翻車 發現說 原來上網Google就有 所以剛才在講說 李正浩不是告訴大家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嗎 你看他在教學的時候 步驟一 步驟二的時候 你看瀏覽人次是605人 他PO完了之後 爆增立刻3000多人 現在已經破1萬人 因為大家都想要 尋現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去看看你新竹市政府 裡面的公告 到底還有什麼 比較有趣味的地方 可以被拿出來的地方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啊 高鴻安的人生 被李先生真的是 栽在性理 理性人士的手上 所以各種梗圖通通出現 記得這張照片吧 這個是高鴻安 在2020年選上 就職立法 立法委員的時候 不是要從大門走進去 哇 大家就歡迎 有撲紅毯的 然後旁邊就有一位 幫他拍照 很專業的 還這樣子 對 拿手機拍照的姿勢極為正確 那個人是李中庭 後來結果現在被人家批圖 批成了李正浩 而且李正浩主演電影 也即將上版 有沒有 新竹寶藏 豪材密心 米可拉斯正浩 結果是 你看 這個是李正浩的圖 所以其實我覺得 新竹高鴻安跟建商之間千絲萬縷的 這些關係 然後現在新竹市政府的這些幕僚們 對於行政的流程毫不熟悉 說新竹市民你們是交給這一群人的 這一群普隆共 他根本什麼規定都不知道的人 然後他們去主導這個市政 你會不會覺得天哪 這個有一點糟蹋了這個城市 然後剛剛各位講到說 這個土開案怎樣 然後這個案又怎麼樣怎麼樣 不是其中有一個關鍵的 這個環境影響評估的 這個審查的主持人 謝宏玲老師嗎 不是這個謝宏玲老師 你為什麼在6月的時候 不是辭掉了嗎 辭掉那個 讀到 然後換陳太太 那也就是說 其實你是知道應該要迴避的 你既然知道要迴避 所以我先辭掉 然後讓太太 那所以你為什麼從這個之前 3月的時候 3月的時候就已經開 就已經開始動工了 5月也開一次 對 這個整個案子就開始往前進了 對不對 3月的時候 你們到了現場去勘察 說要開這個環評會 然後呢 當時有新竹市議員 也到了這個現場 還跟你打招呼 所以你其實3月的時候 就已經不斷的在參與 可是你心中知道 其實我應該要迴避 你為什麼不在3月的時候就辭 不好意思再補充一個消息 我們有獲得一個知情人士 講說這個謝宏玲 他不是扮演是主持人嗎 主持的角色 他主動爭取的 你剛剛講說 他應該又知道要迴避 他也吃掉這個讀懂 可是他是主動爭取 這就邏輯不通了嘛 你心裡面其實知道 這樣其實是有意義的 其實是不妥的 所以你才辭掉 不然太太來 你來了 反正我自己人 自己家人我都好控制嘛 可是你為了這個能夠控制 所以你其實3月的時候 明知道該迴避 可是你沒有迴避 一直參與到最後 然後你要主持這個會議 你作為一個會議的主持人 你操縱的方向才能夠更直接 更明確嘛 所以你當然要去主動爭取說 那不然這樣好了 我來主持這場會議 通常就是這種會議的 這個召集人其實是市長 市長不出席已經很誇張了 然後你這個利益相關人 還積極主動爭取主持會議 你是老師 可以這樣子幹嗎 你3月的時候就已經參與了 而你心中知道你應該要迴避 你可以這樣子搞下去嗎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是牽涉到 新竹未來的發展 那我會覺得高鴻安這一組人 把事情想得太簡單 他們以為說公共事務可以這樣子 哇 這個黑龍世道 自己在那邊亂搞一通 就可以含混過去 沒有這麼簡單 說到黑龍世道 像是這一套說詞 你覺得可以說服柯文哲嗎 我們這邊有一個獨家消息是這樣 柯文哲在9月20號 禮拜三有一個內部的會議 那當時他對於張志祥 想說要出來替他 這卡車有意見 說什麼 有一些人就是遇到問題 只會躲在別人的背後 叫別人幫忙講 自己卻不願意面對 這是其中一段的對話 另外一段對話說 一間房子分租一個套房 怎麼會這樣運作呢 誰會相信 這個內部的東西又再次被流出來了 來 我先告訴新竹市政府 深喉嚨是誰 徐謙琴 快拿筆抄 深喉嚨兩個人 一個叫賴力佩吉 一個叫謝爾蓋布林 這兩個是誰你知道嗎 誰 Google創辦人 他們才是深喉嚨 好 柯文哲這個話很有意思 第一個他說 為什麼會自己躲在第二線 叫別人出來幫你講 柯文哲 高雄人跟你學的啊 你出事的時候 不是都是媽媽太太出來講嗎 你通常都是逼你逼到最後一刻 你才會出來講嘛 所以這個高雄人跟你學的 你沒什麼好講的 不過據說柯文哲那天會裡面 畫夾子一開 收不起來 這樣喔 一直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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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細黏 一直黏 然後不過他後面講到那一點 那就很清楚了嘛 也就是說 李中庭或是高雄人那個解釋說 在一間一百多坪的豪宅裡面 還附兩個車位 我只租了一間小套房 這件事情 如果連柯文哲都不相信 請問這個地球上 還會有誰相信 可能連高雄人他爸媽 都不太相信 就這個是完全違反經驗法則 違反常理的事情 那為什麼 高雄人你講得出來 講到現在好 連你的黨主席都不相信了 那請問還有誰可以幫你辯護 而且這件事很有趣 其實當時高雄人去就職的時候 柯文哲跟民眾黨的一些 稍微有政治經驗也都知道說 這一群人雖然選上 但是他們都沒有擔任過政治工作 高雄人的經驗做2020年當立委 然後一直到2022年 也不過才兩年的時間 所以其實柯文哲是有派一個監軍 從台北派一個監軍去 但是很可惜那個監軍 英雄難過美人觀 那個人叫謝伯鴻 行政處長 新竹是第一任的行政處長 不是出來幫許千行 當發言人那個行政處長 是第一任的行政處長 他為什麼英雄難過美人觀呢 又是巨城 巨城真是一個好地方 逛街的時候被拍到 對 在巨城逛街被拍到 跟小山在一起 所以很快就辭職了 那謝伯鴻其實就是當時 柯文哲派去新竹市政府 雖然稱監軍比較難聽 因為謝伯鴻基本上 他的政治上的歷練 比高宏鴻身邊這些幕僚 都來得多一點點 也多不到哪裡 但至少這個人在身邊不在 可是我一直不懂的就是說 因為有人講說 這個張志祥其實是柯文哲愛將 我覺得也未必 也未必 對也未必 因為其實張志祥就是一個文官 就是一個文官 但是柯文哲會這麼生氣的原因 倒也不是說 他把誰推出 柯文哲這個人向來沒有同理心的 他生氣的原因是 高宏鴻 你為什麼這個事情 處理到現在 搞到現在我民調跟侯友宜 好像麻花在糾纏一樣 你不要再給我害